大家好, 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环节每周一股 逢星期二的嘉宾就是Stanley来自研究部的经理 直言费在旁边和我们聊天,Stanley你好 你好 上个星期我和你一起聊了480, 香港轻业, 股价非常亮丽 都可以说稍微把握了恒指, 升幅来说超过2% 不过就好像有点无奈, 因为都不知道是否你设计码价太低 3.5%好像去不到你的码价 这个星期的波幅低位见过3.61%, 似乎有点可惜 都不是可惜的, 不过你可以说这个是我的Style 保守派 保守派, 和推这些股又比较上 因为都迫去可能有个比较大的上落 始终其实你说轻业的成交量都真的不是多 但是在过去这个星期, 因为都曾经有炒过这些叫地产的板块 所以它的股价都有个比较上是好消息的表现 但是都维持这个策略, 因为其实你买得轻业的 都是打算放长一点的 所以如果未买货的话, 都可以沿用这个策略去做我的部署 好的, Stanley, 我们就是惯性 重温了上个星期推什么股份呢 惯性就是说, 今个星期看有什么新股份 会和大家推介的 不过我们就讲另一只股份 想特别拿回一只常贸生物, Pino 954 出来讲一讲的 原来Stanley 都很好, 不只是说一推完之后 好不好都不理他把马一边 因为为什么特意拿出来讲呢 他就留意到这个股份近期, 股价就好像一般的 每放月下 是呀 之前来说, 都运回是13年第72次推出这个股份 是, 说的是13年10月8日你曾经推出这个股份 当时你有三个理好因素, 有说行业是一个领先的地位 是呀, 没错 业绩, 还有说到未来发展有憧憬等等 唱到很好, 大无奈, 股价就真的不争气 现在特意拿出来给大家看 最新的看法是怎样的 因为我的惯性来的 即是你说, 无论推完之后, 好还是买都好 那都要负责的 即是我觉得要Follow回来 负责任何男人 都可以这样讲的 但你先讲讲这个股份, 因为公司都是回这段时间 出了业职, 在上星期的时间 那基本上是差的 还有, 都可以说是比我的预期 甚至乎公司的营业額 都录得跌幅 这个你可以说是几笔的 而且在自律行间里面 似乎都见到公司本身 对于你说下半年那个的看法 都真的, 你有没有见到 见不到一些比较上是 很实在的正面的一些方向 所以在初步看, 都会建议 即是如果你本身是有词有课的话 讲真的, 都是要千人之词 保存品实力 还有这只股份, 我都会再看着它 看看下半年的时间 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转机 好啊 那我们转回正题先 好啊 那今天来讲, 跟大家推出什么股份 今天这只都不是正路股的 只不过这一排的时间 大家可能炒一些央企改革的概念 所以推介了一只 比较烂门一点的 叫做越海制革 即是编号10500 可能大家听都没听过 都可能是 哦, 因为那些越海系来讲 近期都有些炒作 是的, 没错的 同系来讲都有几只 我想都是炒回同一个理据的 就是可能国资委方面 是的, 这些多重组 注入一些民间资本等等 不如我们先介绍一下 可能大家连名字都不是太熟了 究竟这间公司做什么 制格 就是做一些皮革 当然有些什么 可能是重要一些, 简单几句 都可以的 其实这个行业本身 真的没有太大的卖点了 真是很老实的 这些东西 公司做些什么呢 做皮革 基本上就是一些鞋的皮革 就是用来做鞋 做衣服的那些 而公司本身 都可以说是一间 比较老牌的公司来的 就1995年成立 96年就可以说上市 也是港东省 国资委旗下的一间公司 持股量都七成有多的 同系的股份 都包括这个月凯置地 即21124 月凯投资 月头 大家比较熟悉这一间 还有这个港南集团 公司本身都可以说 有些没有公司的概念 这样 好啊 我们看看有什么因素 Stanley 会看回这一只 包括都是衷敬央企改革 可以帮助他们一些业务 第一个点 都明白了 国有资本改革 会带来集团的资产注入 第二个点 就是资产证券法律提升 证券法律 都要明白一明白 要了解其实是什么 其实简单一点 应该解释一下 我都找了少许 不如让我都 好啊 你先说 先说一下 Stanley 这个证券法律就是说 被资产证券法的资产 除以资产总额 其实上海方面已经在做事了 现在有别的城市都跟着做 包括有广东和重庆 而广东省方面 他们这个目标都很明确了 说2015年来说 希望将这个证券法律由20% 提升到60%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很正面的 还有你都见到 其实内地方面这一排就很流行说 这个改革 特别是这些叫央企的改革 因为事实上改革会带来什么呢 简单想新气象 改革的话 可能会引入一些新的管理层 甚至乎一些新的管治文化 而事实上过去的一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央企本身 都存在着很多不同种类的问题 特别在管治上 经营上 都可以做得不太理想 所以今次市场上 有央企改革的情况 最主要是针对这些情况 这些比较弱点 如果你看到研究上面 都会讲到几个点 刚刚阿Janice已经好了 讲到头两个 其实你看到之后那两个 都讲到就是 可能引入一些叫做新的股东 可能是优化发现 有那个管理的阶层 另外也可能是做一些考核 就是一些的薪酬方面的考核 就是可能业绩和薪酬是挂钩 这些都是比较大一些的帮助 而来看一看 你会说为什么要选择越海制核 就是旁边来说 因为在落地方面 看下一张照片会见到的 其实在广东省这方面 都开始做得比较多功夫 特别就是看之前的时间 都有一些叫做一些方案 是出台的 就好像说这个关于 中一部深化全省各有企业改革的意见 以及深化省属企业改革的实施方案 这些基本上你简单一点去想 就是希望解决当前的央企 叫做一些改革的情况 而且本身之前的时间大家都知道 六大的国企股 就是国企的公司 都开始说有些改革 包括大家熟悉的 好像你说中建材 各约这些公司 另外如果以广东省来计算的话 基本上它都有些目标 现在都说明就是 可能会有大概50间的公司 作为一些试点的企业 那一些具体的措施 基本上都会很快会有些叫做出来的 所以反映就是说 广东省在这方面的叫做 就是混合所务制这方面 将会有很多的改革会做 而且你说本身 假设真的会做的话 都可能会做一些叫做 央企 各支卫这一堆的公司 做的机会比较大的 所以今天为何选择这一种 就是越海制革呢 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衷竟回这个改革的因素 好 现在市场都很热 其实这个的冲击 好 杀丽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 因为我们稍后可以跟进 就是这个股份 其实有没有实质的东西可以看 例如业绩 究竟能否得到功课等等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去继续跟大家 跟进这只股份1058 千万不要走开